如果说老佛爷对小燕子不满 还说得过去 可是紫薇温柔闲静 知书达理 为什么也得不到老佛爷的宠爱呢 老佛爷固守传统规矩 紫薇的身世是老佛爷的大忌 这些都是震害了他 同样都是知书达理 紫薇为啥却不能像情儿一样 得到老佛爷的喜欢 这是尔康十分不理解的问题 永吉也说过 老佛爷喜欢知书达理的女孩子 那为何紫薇就得不到老佛爷的喜欢 其实这第一个原因 就是紫薇的身世是大问题 在古代 皇室很重视血脉 即便是在玄秀的时候 也不是普通民旅能参加 很多都是官宦子女 如果要当上更高级别的嫔妃 则更是要求出身高贵 很多都是皇上所看中的贵族子女 有些更是太后钦点的 目的也是为了要巩固太后背后的势力 同时皇上也会再三考虑 权衡朝中的关系 所以紫薇一个民间格格压根 是不会被老佛爷所看中的 更重要的是 老佛爷从未真正承认过紫薇 毕竟紫薇仅仅是凭借一把扇子和一幅画 就想认亲 这是让老佛爷有所怀疑 但是反观秦儿 不仅知书达理 还是王爷后遇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名门贵族 这一点是紫薇根本没办法比的 而且秦儿从小就跟在太后的身心 感情深厚 这也是为何只有秦儿 才会真正得到老佛爷宠爱的原因 不过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 紫薇得不到老佛爷喜欢 还因为尔康 我知道老佛爷最近为了我的终身大事 非常伤脑筋 我也知道 老佛爷看中了尔康 想拆散紫薇跟尔康 好把我指给他 嗯 你说中了 可是您三年前就该做主了 现在太晚了 只要秦儿有这个意思 我现在还可以给你做主 为何紫薇不能得到老佛爷喜欢 除去了紫薇的身份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尔康 尔康文武双全 又是福家的公子哥 于前世伟 身份和地位和秦儿很搬配 很早的时候 老佛爷就曾经说过 要将秦儿徐配给尔康 而且秦儿和尔康两人之间 也是有过一段缘分在 老佛爷对此也早有察觉 可以说 如果没有紫薇的出现 老佛爷绝对会为秦儿出头 粗合尔康和秦儿的婚事 这一点老佛爷早就已经在心里有了盘损 但是后面当听皇后说 皇上在南巡期间 紫薇和尔康你龙我龙 打情骂俏后 老佛爷就对紫薇没了好感 甚至是有些厌恶 因为他觉得这是紫薇勾引了尔康 是在夺人所爱 因此对于紫薇 老佛爷是没有一点好感的 哪怕是皇上十分喜欢紫薇 老佛爷依旧不为所动 要知道 秦儿可是老佛爷一手调教出来的 秦奇术画样有惊惚 要貌也不比紫薇差 在老佛爷的心中 尔康就是秦儿最好的规律 因此 优秀的尔康 早就已经被老佛爷定为秦儿的最佳人选 哪怕是后面秦儿去找老佛爷 老佛爷也依旧表示 自己可以出面 要求尔康嫁给秦儿 毕竟老佛爷对秦儿的宠爱 是所有格格都没法比 他们跑到宫外喝酒作乐 行为放荡 回到宫里大耍酒疯 把慈宁宫都闹得人仰马翻的 再不教训 那还了得 紫薇不仅不被老佛爷喜欢 甚至还有些讨厌的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喜欢多管闲事 紫薇和小燕子两个人平同姐妹 喜欢路见不平 但是在后宫之中 哪有那么多平等的事情 因此他们两个人 自然也就遭到了皇后的厌恶 经常就会被各种责罚 而老佛爷之所以会讨厌他们两人 很大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丝毫没有任何规矩可言 经常会胡闹 甚至还带着勇气和尔康 尤其是在寒乡公主的事情上 甚至还带着寒乡公主逃走 这不妥妥是大逆不道吗 要知道 寒乡公主可是皇上的妃子 哪有将皇上的妃子带走 而且还是交给了秦郎 就算是可怜寒乡公主 也不能这么目中无人 所以在老佛爷的心 紫薇和小燕子 两个人就是扰乱 宫中坠去的最大麻烦 对两个人十分讨厌 因此在很多时候 老佛爷会经常处罚紫薇和小燕子 对于皇后的一些作法 他也就选择了视而不见 只不过后面因为在皇上的坚持下 老佛爷才是没有继续追究 所以紫薇和轻儿相比 在老佛爷的心目中 差距很大 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因为两人不仅身份地位差距很大 就连同性格方面都完全不同 要知道 秦儿可是真正的老好人 主角团有了很难解决的事情 很多都是秦儿出面帮忙的 这一点上 远远比紫薇强了太多 感谢观看